两岸十四的一台设论 西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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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月份的时候 安会长 打电话说我 他说你讲的题目可以告诉我 哎呀 我说可能要到六月中旬才能告诉你 因为我和何一兄都是学国籍关系的 我们过了七十年了 没想到今年的情况是 在七十年也被控告的情况 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 每天发生什么事情也搞不清楚 所以说不可预测性的情况是太大 我说六月中旬小金胖跟川普演讲 见面以后可能好一点 但没想到马上就来一个 五百亿的二十五%的关税的提高 另外两千亿的关税提高又出来了 这两天跟欧洲有发生问题了 总而言之 我想才提出这个机会 稍微把我们学国籍关系的一些看法 来表达一下 所以刚才有朋友问 你是洪秀术的一个观点呢 还是吴对义的一个观点呢 还是马亿的一个观点呢 我问一下 我说只有我李其民的观点 没有什么 没有其他的观点呢 今年可以说是整个全世界 整个战略局势的感觉 对吧 美国在主动的感觉 我们讲全球化 讲这个 自由 防疫自由化 然后 多边的防疫组织 讲这个 教育关税 这个很奇怪 我们从今年开始 全部翻掉了 冷却都不要了 退出所有的 重要的那些 多边的经济组织 还有DPP 退出了 这个 法国的 巴黎气候协力 又退出了 它对讲人权的 也曾推出人权 人权组织 成为中国人 今天的消息 俄罗斯参加了 好像这个世界的改变 真是改变 不晓得 不晓得 我们在美国之后 也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学国境关系的 我稍微提起了历史 可以说一个流程下来 美国是在1917年 就是二战之后 一战之后 正式的进入世界舞台 美国从那时候开始 它对世界的舞台 可以举足轻重 在第一次世界上当时 美国总统参与 就是那时候 吴耀孙昌议 要搞一个国际联络 美国参与呢 也成立了 结果美国国会博弈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的门意是 要搞公立主义 欧洲的事情 我们不要管 所以说 美国没有参与以后 在二次大战之前 就发生了 德国希德勒的 武力在国州的抗战 也发生了 日本在中国的 武力抗战 就导致了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完以后呢 这个 从二战开始到现在 我做一个 我自己的看法 有三个人很重要 第一个人 叫George肯南 肯南 肯南这个 他在1945年 16年的时候 他是做 美国驻 苏联 大使馆的副馆长 他写了一封信 给美国的公务院 将近5000字 就是长 长电报 这很有名的长电报 他分析了苏联的整个内部情况 也分析了苏联的 他的 他的 对外的政策 因此 建议美国 采取 唯独政策 也就是说 这个肯南 他是 能战的 最早的一个 造势 最早的事情 最早的一个发行 立任以后的 总统 国务卿 都是按照他的思路 在进行 当然 这些很有名的总统 包括了 对隆门 艾斯堡 Kennedy Kennedy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 他的 国务群联很有名 都是追寻了 唯独的帖幕 后来帖幕又增加了 包括苏联 也包括了东欧的共产国家 也包括了 中国大陆 和北朝鲜 以及 越南 北越 后来越南 以及 古巴 这就是美国一个大战略 他们的一个思维里面 他只要把他围堵成功 这个苏联就会垮台 果然不错 苏联到了最后 变成什么呢 世界超级的军事强国 但是 在经济方面 那边是一个大的猪母 小矮子 现在的俄罗斯 现在的俄罗斯 他的GDP 还不如一个广东省 所以说 这个变化很大 所以说从1946年开始 一直到1991年 苏联垮台 把苏联解体到解体以后 这个思想一致言成 第二位主要的人物 就是Kissinger 大家都 从大陆来的 对他最大了解 他是 河洛大学教授 在1969年的时候 就做了美国 开内总统的 白宫的 安全助理 那时候叫安全助理 他的思想是 中共 从1960年代 就跟 苏联还是交了 1969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战争 叫做 真刀保持 真刀 真刀保持战 但是 大陆 还是在 共产世界里面 那么 这个 PG的思想是 我如果跟他 正常化 他至少 会保持 至少 可以维持共同 一起共同 维持亚洲的和平 同时 共同的抵制苏联 结束越南战争 当时越南 大家说的各位 大概都经过越南战争 是一年代 那时候的美国 鸿曲云游的刺威 都是反战 所以美国总统 历人 那时候从 Kennedy开始的历人总统 都是如何的 解决 越南的问题 到了 因为 尼克森发生的问题了 就是 水泪世界以后 那个 后来是 佛特总统 佛特总统 也没有认多久 一直延宕了 他们在跟大陆的一个建交 直到卡特上任以后 19 1979年1月1号建交 这建交以后呢 建成了三国公报 跟一个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跟三国公报 维持了东亚的和平 不管大陆喜不喜欢 它是维持了39 39年 到现在维持 那么 可是 今年要改变了 今年要改变了 我称为 今年所通过的 台湾旅行法 13月份通过的 是 当年 台湾 关系法的 2.0版 2.0版 就是说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一个新的时代还没有了 当然 美国的国会 做通过的法案 也会讲到 这是我们美国国会的意见 至于整个错 是你总统的事情 也是你行政单位的事情 但是 它会成为一个 美国的手杖音量牌 它跟中国大陆 关系好的时候 它不会用 关系不好的时候 它会弄一下 在这39年里面 美国用了一次 大家记不记得哪一次 是在天安雷事件之后 全世界对中国大陆 开始制裁 苏联用垮台 那时候共产事件 最弱的时候 91年92年时候 美国就宣布 迈F-16进入台湾 那时候F-16是2.5飞机 2.5的带的飞机 是非常先进的 这就是中国大陆 跟美国最弱的时候 他就开始要做事情了 好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美国跟中共最紧张的时候 会有很多变化出来的 第三个人物 叫班努 班努是川普总统的 竞选时候的一个CEO 他是一个思想家 并不说他有中国的伟大力 但是他因缘计会 坐落美国总统候选人的CEO 他把当时的整个的 美国社会情况浓缩起来 他告诉美国人 我们现在是劳动阶级 跟中产阶级要讲话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几十年来 我们做错太多事情 在五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 有个美国官员 三十几岁万一过家 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没工作了 都被中国大力抢去了 我当时吓一跳 美国不是提倡自由旺益吗 自由全球分工吗 美国把资金摔到大陆上 把工厂都放上去 医院大陆的连家劳工 再把好的产品 你连家卖到美国来 美国也造福 大陆也造福 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没想到现在这个是一个罪过 这个是一个罪过 这个是一个罪过 现在 他这个单纵的思想 现在中西部 北中西部 一切的产业空洞 就是中国大陆的问题 然后呢 根据 最近他在日本做一次演讲 他们发现 习近平在十九大 宣布二零二五年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 中国大陆要变成什么呢 有十个下轮的高科技 要领先全球 同时 他宣布二零三五年 要成为世界第一大新地体 二零五零年 这就是单纵的讲话 他说 他要成为世界领袖 这才了解 现在 我的看法 基本上 就是老大 那个老二的情节 也就是量雨清洁 雨量清洁 到底是你大还是我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 五年前 几年前的时候 在 这个 这个 习 习近平就在美国来 就跟奥巴马讲 太平洋够大了 够大的 我们两个国家 在这边合体相处了 那时候已经提出来 我们应该好好的相处 我两个礼拜以前 我下飞机 到Dolos Airport Dolos Airport 其实很漂亮 比我以前 三四十年前是漂亮多了 但是我一看 有个广告在那边 叫银帘的广告 我一下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为什么 我在上海北京 我看不到Master 看不到Master 看不到Visa American Express 我刚看到 为什么 美国的这些金融事业 在大陆不到百分之二的作为 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八 被一年吃掉了 我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就是说大陆 还是有很多天要被开放 好吗 这个 我们大陆很多银行 可以在这边开设 台湾也很多银行在这边开设 包括几个银行 大陆银行 大陆银行 美国银行 在大陆开设 很少 我看了半天 我看了一个City Deck 就是华旗银行在那边 看到一个 其实我还没看到的 小银行都看到的 也就是说大陆 他们认为 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因为 苏联解体之后 给 中国大陆 最会活待于 也就是说 欧美国 欧洲国家能够到大陆 产品 这个 大陆也可以享受 买税 同时 进入WTO 也就是说 让大陆的产品 可以跟全世界公平竞争 进入世界 那美国对于这个政策 是非常骄傲的来说 但是 经过二十多年 来的一个实验 发现 不对了 这个中国大陆没有改变 他 他 班农称中国大陆的经济 是中国鲁家重商主义的威胁政治 威胁持续体制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我以前没听过的 他们 我们很 我们平心来讲 大陆的制度是跟你不同 是跟你不同的 我跟乌河瑜都是 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 政治大学外交系里面 有个老师 叫我们政府 西洋政治思想史 特别提到 雅尔里斯多德讲的一件事情 他说 当时的希腊 有三种政治 是最好的 一个 叫做折军政治 什么叫折军政治呢 就是 以现代语言讲 就是唐台风政治 康熙政治 第一个折军政治 第二个 叫做奥利达提 寡头政治 第三个叫做民主政治 它这个分法是第三个最差的 民主政治是最差的政治 它所有的政府的事实 都是非常缓慢的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 没有流血 我在当时 不太了解 什么叫寡头政治 后来 我在大陆现在住了十年 我在大陆大陆看 大陆就是寡头政治 什么叫寡头政治 就是 七个常委 或是九个常委 讨论 那决定了 一人发言就做了 这就是寡头政治 但是它是一个 这个政治 是一个 也是一套 并不是说 比你这个民主政治差的 它自己在发展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但是你说它独裁 你说它不民主 是相对的 那么我在大陆住那么久 大陆现在的情况就是 讲究过时代 就是讲究过时代而已 你什么都可以做 唯一的 你不能去反共产党 因为他们建法也不一定的 共产党就是 就是这个 一定是 治理这个国家的 所以说 他们的情况是 共产党 是唯一的 可以治理国家的政党 它的问题 是它本身的 完善的问题 所以产生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产生了很多腐化的问题 很多 这个皮肤悬殊的问题 等等 这些都是它党里面 自我完善不够的情况 但是它的行政效率 不是一般 不是一般民主国家 可以做的事情 中国大陆的经济 的发展 是在它有计划的 用国家的力量 来做 很厉害的 这是当然 美国跟西方世界不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的 今天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策 老实说 就是在过去二十年 把中国大陆肥了 肥养了 长得肥大肥养了 现在是剪毛的时候 美国对其他国家剪毛剪过两次 一次 大家再做的话 都知道 80年代 对日本的剪毛 日本很惨 对阿根廷的剪毛很惨 但是对中国大陆 是不是能成功 我认为美国可能不太了解 中国大陆的制度 它现在外汇并没有通 所谓你要对大陆的制裁的话 你必须要对它的金融制裁 对它的金融制裁 是有很多方法 但是 它没法通的时候 你很难制裁它 现在可能是要用石油来制裁 它现在 对于那个 叫做这个伊朗 伊朗的石油 伊朗它本来是 已经签订了协议了 现在美国又退出来了 伊朗的1%的石油 是要给中国大陆 因此 中国大陆 如果美国说 我们安理会决定 对伊朗重新制裁 那又是很多问题要产生 但是幸好 现在除了美国以外 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跟进 这是问题 好了 我们来讲 现在的川普总统 他能够 他有三大政策 第一个 非法移民 将去一吞 他把他赶走 这是一大政策 第二 要把产业回到美国来 很好 第三 他要 重新恢复 他说 重新美国恢复伟大 他说 重新恢复伟大 他不是要 外力一个衰退的美国 我要使美国重新恢复起来 这个 这个 川普总统 现在所做的 对中国来讲 他这个 这个 有这个 第一个 就是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 这个的 贸易战 贸易开始作战 贸易作战里面 他提出了 五百亿 两千 五百亿 五百亿 两千亿 那中国大陆 也有反思的一个行动 那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现在还没有正式实施 还没有正式实施 还在 在我以谈判 我曾经做过谈判者 所以 这我 我以谈判者的 老男女所想的东西 在任何没有实施之前 一定是在 在下面 立即谈判 我已经叫了很多 高分价钱了 下面 看你 什么东西 我们必须要了解 到底川普心里能想什么 川普心里 川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非常重要 有一次 Kissinger 1961年 到这个 都罗门的家乡 去建筑都罗门 Kissinger是一个 很自豪的人 他认为 他可以做宰相 因此 他就跟 Kissinger讲 跟都罗门讲 他说美国的政治 我们这些建制派 建制派的人 就是 社会训练的人 我们是第四权 这个 都罗门怎么讲 对 任何 任何 任何我的staff 我的部分 给我很多建议 但是最后的决心 决手 我要做不做 社会决定 这就说明 我们要研究美国的话 首先了解 美国这个总统 他的personality 很重要 从这一次 跟美国 跟中共的来往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强烈的 大商人的性格 我们现在在座的 大概都是 周小琦的干部 周小琦 跟大商人的想法 不同的 因为 他也是一个政客 到底他要做 他对中国大陆 要做什么 你要知道 现在他的声望是45% 他在党内的声望 共和党内的声望 到达90% 老百姓支持 特朗普政策的到55% 因为 他把所有的 老百姓的出系统 都对证得住了 对他来讲 他可以转移视线 在另外一方面 他 他真的 我认为 就是刚才讲 谁今天的观点 是什么观点 就是我看的观点是 克朗普就是为了 今年的齐总选 齐总选 对他很重要 他如果能够 赢了这场齐总选 他后面 在后面的 重新大选 中共大选 他有希望 那么 获过 获过了这齐总选以后 这个贸易大战 还要不要继续 就还继续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在这下面 特别谈 好了 再举个例子 金小刀 不是 金胖子 金小刀太瘦了 金胖子 跟这个 特别谈计 跟这个特别谈计 会变的 6月12会变 大家 当会计 会者会成功的 什么会议最重要 在此 我判了半天 金胖子的 派来了 他的副委员长 来到白宫 他的国务卿 他的国务卿 也去了两次 也跟 在纽约也见了他们的人 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就是美国驻 菲律宾的大使 跟朝鲜的副部长 所以外交部 他们叫做副外相 第一位女士 他们谈了另一词 谈另一词 我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会议 另一较detail 什么叫高层会议 summit 下面把东西弄好以后 上面签字而已 我们以前在国王会谈 我们这些小干部 啊 把东西弄好了 他们两个把两个先生 去签字就好了 什么时候 把东西弄好 同样的 就是那个 菲律宾大使 跟他们的副校 副外交部长 已经把所有人弄好了 就是那四项 很简单的四项 一个方向 这个 到底美国跟朝鲜 后面怎么走 我看不出来 我 方向是很好 但是是不是能落实 这里面变化很大的 这是我另外一个话题 好了 美国跟中共 至少在经济上 骄傲的时候 突然的 台湾跟美国的 关系变天了 这个 当然 川普总统在上任 不久 就跟蔡英文 总统有个电话 这个不适合 这个不适合 我来讲 这上任性的老板里面 他要用这个旗子 要用这个东西呢 然后呢 大家说 那个 旅局法 通过 是国会意见 有没有政府的意见呢 我不相信美国政府 没有 任何事情 不跟国会沟通的 因为这个法案 不会只是表达 意见而已 行不行 要不要做是我的政府的事情 这个法案通过以后 美国的高官 跟台湾的高官 互法 甚至包括总统 只要对他有利 这是 真的是 我刚刚讲过 是台湾关系法的 2.0版 好了 后面来许 2018年的 国防授权法 以及2019年的 国防授权法 可以让美国的军舰 到我们的高雄岛 或其他口口 停泡 19年的 国防授权法 可以 美军可以参加台湾的 军业 台湾也可以参加美国的军业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在1979年以前 台湾 中华民国 跟美国 有什么 有一个叫做 中美防疫条约 我们现在没有外交邦交 但是没有外交邦交之中 有一个准 外军事联盟要产生 看 什么时候作为 好了 这两个法案以外 还有一个 美国安全法 美国国家 国家安全 战略法 战略报告出来了 指明 中共 中国大陆 俄罗斯 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因为 这两个国家 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经济的繁荣 他不得不 他不得不 有所提法 在座的各位 现在国会还有一个法 还在进行 叫做 台湾关系法 不 台湾安全法 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 但是我不太了解里面的内容 这里面可以什么样子 我们要关注他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 华府的 这个 这个 可以说 乔猫 也是精英分子 我跟何怡 在这边有 美国在上 就四十年了 到快五十年了 这个 在这个地方 有个单位叫做FAPA 知道吗 FAPA 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FAPA就很厉害了 FAPA就专门做为 我的国会的工作 那么 FAPA是 台独的外卫组织 非常重要 那么 我这次来 来这个 在华盛顿呢 我才 我得到一个信息 有两位 FAPA的人 已经进入我们代表处的工作了 把我们原来很资深的 好的外交官赶出去了 这里面就是说 有很大的变化 FAPA是非常 FAPA在我那个时候 七零年代八年的时候 他已经用了很多万分 来帮他工作 他们有他的实力 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 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 台独 用了两千万美金 在 在华盛顿成立一个 治国 直接做美国工作 两千万美金不是很大 但也不是很小 这些方面 我相信 我相信 国民打民政 能力做这个事情 现在 大陆方面 有一些方面 我不晓得了 我们要关注这方面的发展 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 看电视 我看到FAPA的会长在来说 台湾关系法就是我们搞出来的 在民事里的这样 最上讲 一般人不太了解 我认为 他是有参与 正好复合美国的需要 好了 我们再讲 如果今天 是蒋经国时代 1980年到1988年代的时代 如果美国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台湾旅行法 台湾旅行法 什么国防授权法等等 我想台湾老百姓非常高兴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大陆没有来往 而且还是敌对状态 如果美国通过了这个法案 我们安全会得到保障 但是今天 我的好朋友啊 也是何一兄的好朋友 李大为 因为是玩我们的 玩我们什么东西呢 就是国家安全会 他是秘书长 我想他的心里面是 喜忧参半 高兴的是 美国突然的 给我恢复到传统友谊 差一点恐怕要有 巨师头目的概念 都盖不出来 但是坏的是 到底美国要我突然对我那么好 是什么意思啊 黄楚郎扮演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 他是不是要我做第一打链的一个据点呢 他是不是要我做一个手中牌子 来牵制中国大陆呢 台湾 如果是这样 台湾不是好事情 马上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从现在的认 对抗会变成认对抗 好 我们现在讲完这个 两边的情况以后 再讲讲看 蔡英文呢 蔡英文呢 蔡英文应当怎么做 蔡英文上台以后 他定调两个关系 叫做维持现状 这维持现状 比陈水平还差一点 陈水平一上台 他讲了什么 叫做一 叫做事故一没有 事故里面第一条就是 我们宣布不为台湾独立 蔡英文没有讲中国 对不对 他讲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的两个基础 一个是中华民国宪法 一个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概念 也是民进党 内部认为是他们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 一个退让的部分 他说 我们尊重 尊重啊 92年的事实 尊重不代表承认 92年的事实 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一条一条 告诉我 没有啊 所以说 现在美 中国大陆 跟台湾之间 我的看法 是没有互信 没有管道 很可怕的 所以说现在 在军舰啊 或是飞机在烙台 大家以为是好玩啊 不好玩的 插枪走火是随时都有发生问题的 所以说 最好是飞机在明年的4月6号 在明年的4月6号 台湾有重大的事情 很产生 4月6号是什么人呢 什么事情呢 台湾有个人叫 叫郑南龙 他是那一天 拿火啊 汽油膠身上自投而死的 所有的台独的组织 以李登辉为主 搞了一个喜乐岛联盟 看我豹山有吧 他们正在那一天 要发起台独公投 这已经碰到了 两岸的最可怕的神经了 那么 蔡英文态度怎么样 他是主政者 当然这个政党 还有台独党的 他要不要参与 他如果不参与 他如何平息这问题 如果他平息不好 真的过关了 要搞公投了 那两岸之间 就发生很大问题了 所以台湾并不是一个 很平静的一个台湾海峡 内部的问题 产生很多问题 所以说 我建议 最近 民地党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对于党 他的党纲 会 希望有所修正 他的内部 并不是没有人 有不同的看法 比方说 美丽岛新闻 美丽岛新闻 那个主持人 那个董事长 他就这样提出来 我们不可以用 可以用 维持现状的概念 替代 民地党内部 用的台独党 朝鲜跟美国的关系 最主要是核武 朝鲜把核武说不要放弃 所以美国跟他就谈起来了 你不放弃我就拿了 同样的 台独两个字 就是我 就是我台湾的核武 核武 这台独不拿两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搞不好呢 不过 终于到你要理解 民进党是一个执政党 他在拿到将近60%的选票 当选的总统 如果你太过 大陆太过了 会跟我们台湾老百姓 已经冲突起来 因此大陆是 麻烈之间 甚至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 我个人看法 大陆要解决 所谓的台湾问题 除了国民党 新党 还有亲民党以外 你不跟民进党来往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此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是 蔡英文要搞出 表达一个善意 表达一个可行的方案 可以跟中国大陆 communication 沟通 是最重要的事情 去年 去年我们这个社团 去北京 拜会了 国台湾 外交部 乔委 乔外 还有世界 还有我们那个 测科院 我们在国台办的时候 特别问一个问题 也是我心中的问题 因为 蔡英文在2006年 6月份 不是 2016年6月份 来到华盛顿 向美国国务院 及智库说明 他已经跟美国 跟大陆的高层 有很好的沟通广道 这一个消息在台北 真的蛮大的 我认为 对台湾的选区是有影响 别让他说 他跟大陆 大陆没有来往了 我们放心吧 头发一跳 很奇怪 大陆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任何反应 美国就派了 是没有派 我不晓得 因为不是国务院 亲自出手的 是一个智库出手的 到了北京 又到了上海 问智库的人 你们到底跟蔡英文之间 有没有沟通管道 智库的人告诉我 他说 这个问题实在 不是我跟达夫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啊 我们智库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他们 不敢说 没讲话 所以说 产生的 台湾有很多的 想法 美国也支持 大陆也不讲话 再比方说 可以放心了 所以我为什么在 我来办见面的时候 问这个问题 你到底有没有管道 终于他说出来 没管道 终于说出来 没管道 而且说明 16年 到17年之间 很多代表 小蔡英文的民地党人士 个人身份 到达北京 说我代表他来 他们说 我们一律不见面 这就说明 证明我的看法 你们没有任何过分管道 而且是非常危险 但是我 是战争 要来往 为什么来往 不来往呢 就是 就跟你派 你参见我 我参见你 你见面 你见面以后 可能事情可以交心 我再请问 代表每一位 民进党 喜不希望 跟大陆来往 希望 想得不得了 没有共产党支持 民进党 信不信 民进党是 没有不想跟大陆来往 但是 大陆现在不跟大陆来往 我 我提示我的概念 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我有很多的左派朋友 也有很多的右派朋友 这说明什么 就现在语言讲 我有很多的统派朋友 也有很多的独派朋友 OK 在台湾 不管是 不管是统派的 或是独派的 或是中立派的 在我们来讲 以五个人看法 我们是内部矛盾而已 我们不是敌我矛盾 现在大陆把 把这个跟 民进党之间 看起来是敌我矛盾 就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 所以说 我呼吁 蔡英文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民进党内部 要非常非常认真地考虑 因为后面两年不好过 台湾内部有很多的问题 美国跟大陆有很多问题 可能台湾会受伤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必须要有一个 像金小胖那个大爪弯 本来是一个烂牌 可以变成一个好牌 跟大陆好好沟通 那你要提出一个正面的看法 正面的看法 要让大陆认为 你已经放弃了台湾的港 这是最廉价的一个作为 为什么 你现在 你蔡英文敢不敢做台湾呢 缺步台湾 法理台湾是绝对不敢 但是他做什么呢 去中文化 教育文化去中文化 在内部搞组区分裂 再来 对于军公教 的人员 退休的人员 把他的薪水 减得三分之一 我这次回 一月前的台北 我碰到我的朋友 正大话要求的教授 六十五岁退休 他告诉我 我二月一号退休 如果 以前的话 我每个月可以拿八万台币 就是可以拿到 两千多美金 快三千美金 现在我只能拿到五万台币 很多的校局军官 可能五万台币都拿得到 可能只拿到三四万台币 校局军官退下来的时候 还年轻 他的小孩还很小 可能是进大学的时候 请问三四万台币的薪水 他只能养活一个家 跟他小孩进大学 我认为 现在的民进党的立法 官网员跟蔡英文 应该是活在金字塔里面的 在金字塔 那上面 他看不到下面老百姓的想法 他可以用一个厨师六万块 一个中校退伍的人 拿不到三万块 这个社会是什么 我不太了解 所以说台湾后来的问题 后面会产生什么 第一 经济会发生 会衰退 第二 外交有很大的困境 然后呢 跟中国大陆再交恶的话 这是很难很难处理的情况 今天台北龙新闻 就是连电的董事长 连电的董事长 连电的董事长 现在跑到新加坡去了 他说呢 我们台湾啊 不要搞台北共同 我们要搞一个统一共同 统一共同 他恐怕也 他会弱短一点 现在的气氛来讲 可能统一共同 但是 并不表示以后统一共同 就是要老百姓要全 要整个老百姓要觉悟 到底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 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有多大的实力 一句话 台湾的老百姓 经过了将近七十年 在台湾 除了823号战比较大一点以外 没有大的战争 生活跟你们一样 在这里 我发现 这个 这个 华盛顿啊 好多餐馆倒了很多 然后呢 昨天晚上还吃点好东西 这个什么叫做 黄 黄鸡 还错 台湾 遍地都是 随便你吃啊 这上海也是 随便你都吃 所以说 台湾老百姓 用一句话 用一个字在讲 台湾老百姓的情况 就是 虽一些呢 就是 孙中山呢 太安逸了 不晓得什么叫战争 什么叫贫穷 什么叫做颠沛流离 所以 主要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今天 表示 不是 吴修全的观点 不是 马英九的观点 也不是 现在我们 那个 无对义主义观点 是我李清平的观点 救救于各位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李先生 跟我们精辟的分析 我们的时间呢 很错 就是说 从现在一直到3.45分 自由发言 有问 你答 答不出来 在座有可以答的 OK 帮忙 答复 好吧 我们可以说 这个方式就是说 我去问问题的时候 举手 OK 然后呢 请我们李先生和我们 回答 好吧 我们先开启 差不多一个小时 最后就是我们座谈 好吧 座谈 随意的发言 没有了 我就点人 谢谢 大家都说 开启 大家都说问题 大家再酝酿一下 这个清平来很难得 他做过海集会的副秘长 参加过孤王会台 本能参加过孤王会台 因为大陆住了十年 因为大陆情况非常了解 可能是在海峡两岸 少数几个人了解两边的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他又从政 又做过铸毛公司总经理 那么各方面都非常的具备 所以今天大家都 好 我总问问一个简单问题 这个北京方面 认为国民党慢慢走向独台路 前通路 把它夸裂它叫独台 文德台 叫独台 那么对吴敦翼的思想理念 也存有很大的疑问 所以吴敦翼在不到一个月前 当我们经过很多 我们自己朋友的给他的建议了 你说台东的立场 台东市场完全被民党拿去了 你国民党没路走 没路走 你还在那里推山主事 那你不如严正的讲到国民党是怎样 结果他终于宣布了 国民党将来走上什么 终极统一 国民党理论 中华民国协法走上终极统一 我不知道 李津平先生的感觉 大陆对吴敦翼的这个 把这个立场蚕食清楚啊 有什么转变 有什么看法 那么 这个北京当局 对于20 下一次 2020的 台湾中共大臣 对于国民党 是认为他不成才了 爬不起来了 还是认为 国民党出来 才能 慢慢把 两岸逐渐带上和平 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跟何立兄是政党同学 可以说是五十年交情 我特别来讲一下 政绩会长 我刚刚看了银片 是台湾同学 香港联谊会的总会长 是 龙潘 潘女士也做过会长 我法府的 是 我可以告诉各位 1978年 台湾同乡 香港联谊会成立 跟乌互宇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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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不出来了 好了 这个国民党 可以在2016年可以说是溃败 溃败 溃败的原因很多 当然 我很坦白说 乌互宇有密切关系 他有很多措施 他是深难 不是流泪 寒恨 但是他不投票 所以说我们将近 将近有一百万人 就是军公教 跟他们卷书 退伍的保险 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我到军方 就是军院去演讲 有一天 将近两百多人 有将官 也有士兵 退伍军 我讲完话以后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孩子 爬上来 他说 李先生 为什么我们现在政府 把我父亲的 过年的奖金拿掉 我听完这句话 我心里面就知道 选不到了 我们国民党会化掉 为什么 他们只有两万块钱左右 这两万块钱是合法的 为什么合法呢 当年的立法院 已经通过了当年的预算 包括了这个奖金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就是法律 台湾立法院通过法案就是法律 你法律 给人家的钱 又把它拿回来 就是从人家手带给拿回来 你这个就不得了这大事情了 民主政治的核心 就是私人财产 如果私人财产遭遇侵犯的时候 不管你是任何政党 任何个人 我都反对你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从希腊开始到现在 不是一样 所以说 我们产生了 一个这样大的危机 但是 当时国民党搞成 没想到这个 跟现在等蔡英文 他们想的超多 先蔡英文起来跟你看 砍了三分之一下来 现在的 现在的 军工教的议员砍了上来 我们可能做错一点事情 但是 也有些基层的 军工教的议员 他想你国民党 现在还不是一样 一丘之龙 所以我们的票还是起过来 但是现在呢 有点起色 还需要努力 刚才何一兄问 两个月 两个月前 吴隆毅讲了 根据我们的 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终究不要死同意 这是很好的一个 这是很好的讲话 那么很可惜呢 他说晚了一点 如果在他竞选的时候 也讲这句话的话 过去一年多 很多 对于国民党之一的 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是参与过国民党 基层的 党务工作人员 我做过 党在我那个时候 四十年前 最重要有五项 第一 要有党的理念 党魂 党魂是最重要的 第二 要有组织 没有组织是 不能搞党的 第三 要有干部 要怎么样训练干部 第四 要有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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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是不行的 所以说 第六 第五 要训练 要办训练 就像 大武党校 或是我们的 以前叫革命职业医院 这个 李登辉的 卡德兰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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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这就是说 集中 集中思想 集中 集中力量 在我那个时代 四十年前 或五十年前 的时候 我记录中文党部的时候 我们的党 是叫做革命